世界上每种文化都提到过小人族的故事 不计其数的人曾经幻想在山林里 草丛中 罐头盒里或是地板下 找到自己的袖珍同类 那今天悟空就要给大家讲一讲 奇幻小说改编的故事 借东西的小人 主角大叔是借东西一族 美其名约是借 其实就是偷辣 他们窝居在詹姆斯一家的地板下 每天忙碌的翻找东西 一颗大大的糖果就够吃好几天了 詹姆斯的妈妈去世之后 奶奶搬过来照顾他 虽然年老眼花 但他总是能察觉到他们的存在 并希望把他们抓住 家里的猫咪更是一个大麻烦 大叔借东西越来越难了 奶奶这次更是拿出了杀手锏吸尘器 眼瞅着就要坚持不住了 詹姆斯拔掉了插头 认为奶奶在屋里取闹 大叔逃过了一劫 家里的女儿阿丽和妻子十分的担忧 阿丽一直想去到地面上学习借东西 帮助爸爸一臂之力 发生了这件事之后 想锻炼自己的欲望更加强烈了 爸爸却还是坚持把他关在家里 也不允许他出门 正处于叛逆期的他 才不管这么多呢 趁着夜色带上了所有的装备 跑出了家门 来到了巨人的世界 一段小小的楼梯都费了他九牛二虎之力 啥东西也没借到 还意外地走入了詹姆斯的房间 他正好正在用探照灯玩玩具 一下子就锁定了阿丽 大叫起来 把阿丽吓得中道门晕了过去 奶奶也给吵醒了 跑过来质问 他没有拆穿 反而帮助阿丽隐瞒了过去 大人和小人开始了对话 用弹弓玩飞行游戏 玩得异常昏乐 阿丽第一次见到了外面的美丽世界 被深深的吸引 到了早上 詹姆斯又把他放了回去 这样就不会被爸妈发现出逃了 这却意外地暴露了进出的通道 詹姆斯好心地拿出妈妈留下的小玩具 放进了通道里 想送给阿丽当礼物 爸爸意识到了危急 立马回家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这里 果然奶奶很快就怀疑起来 撬开了地板 发现了小人们的通道 直接追寻着 发现了一家子的卧室 里面有丢失多年的手表等物品 气不打一处来 破坏了房屋里的一切 他们疯狂地逃窜 顺着下水道离开 来到了小人们聚集的市区 这里生活着很多的同类 做着各种各样的生意 和正常巨人的生活一样 只不过夜晚不会开灯 一到时间 整个街道都会断电 阿丽享受了久违的欢乐 爸爸却执意要走 阿丽又在夜晚偷偷地跑了出去 观看了夜间用手机播放视频的影院 越发地喜欢这里 爸爸还是很固执 不惜拿出一枚金币 去请导航 带着他们离开这里 去往远离巨人的世界 另一边 奶奶跑去找了一个专门研究小人的教授 告诉了他家里的一切 他兴奋地想要抓住小人做研究 发现了他们逃跑的通道 一路顺着下水管道查找 布置了上千个陷阱 此时 阿丽跟着爸妈还有向导 正在下水道里穿行 路途十分的辛苦 偶然间看到了一块奶酪 惊艳老道的爸爸 一眼就看出了是陷阱 阿丽却没能逃过 为了救他 爸妈都被抓住了 关进了玻璃罐里 经历了各种奇奇怪怪的研究 很快 教授把消息告诉了奶奶 被詹姆斯听到了留言 也知道了阿丽的遭遇 开始制作计划帮助他 此时的他和向导 一路躲躲藏藏来到了一间教室里 经过交谈得知 爸爸曾经为了救地下城的人 放弃了自己的表姐 内心很是愧疚 所以他才会这么过度的保护阿丽 不让他去往外接 理解了爸爸的苦楚之后 他决定证明给他看自己有多勇敢 和向导商量去找詹姆斯帮忙 和他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 贴心的詹姆斯还给他准备了 妈妈留下的玩偶小床 好好地休息了一晚之后 计划开始 詹姆斯拿出了自己的遥控飞机 把两人送到了楼顶 再猛然打开 降落伞平安地 把他们送入了通风管道里 经过事先了解的地图 很快发现了爸妈的所在地 詹姆斯再去引开教授和看守的助理 让两人开始营救 并送来了玩具小汽车 供他们逃跑使用 很快 妈妈被顺利地救了上来 可爸爸去太重了 怎么也拉不起来 危急时刻 向导决定用自己救下他 让一家三口开着玩具车逃跑 一路上横冲直撞 阿丽虽然没学过开车 但飘移的技术是杠杠的 稳稳地跳进了詹姆斯的书包 带回了家里 他们一起观看了教授的直播 本以为会展示向导 没想到 拿出的却是一件爸爸的衣服 原来机灵的他早早地溜了出来 最后 阿丽一家继续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在詹姆斯家的地板下 好好的生活着 奶奶和爸爸也不再阻止 因为他们发现了爷爷早年丢失的金币 值很多钱 一下子解决了詹姆斯家的财政危机 生活又重新有了希望 决定和他们和谐地相处 在圣诞夜迎来了大团圆的结局 一家人的分歧和解了 爸爸也不再过度地保护阿丽 放他出去冒险 甚至去往小人城镇 有情人终成眷属 阿丽和向导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而故事也到此结束 一个关于爱和成长的俗套故事 但女主可爱 正太加分 大叔版小矮人的效果也很不错 推荐喜欢的小伙伴去观看哦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就点赞订阅一下吧